与球市竞赛,小代不能掉以轻心 与联官网日前看出女单前瞻专闻,并提到小代在禁忌之路需要提防的三位选手 官网标题赤裸裸提到,戴姿影视,绝对的夺冠热门 内文指出,若小代还需要额外的动力,那便是虽然他几乎赢过每一项重要的世界级冠军,但却还没有赢得世锦赛和奥运 南京将为他提供机会消除这方面的困扰 官网表示,看好戴姿影的原因无他 数据说明一切 今年34场比赛只输过一场,所到之处几乎横扫一切对手 在女单百花起放的时刻,戴姿影依旧展现超强统治能力 不过,官网认为,戴姿影的晋级之路依然有阻碍 世锦赛女单有64千,种子选手手轮轮空,小戴最快可能在16强面对种子选手 官网表示,戴姿影也很清楚,自己不能掉以轻心 因为签表中还潜伏着足够多的定尖选手,他们有可能在某一天将他绊倒 官网预测,戴姿影16强赛的对手可能是美国的张贝文 8强赛,挑战他的可能是中国的河滨郊或者加拿大的利文山 华裔美籍的张贝文是首次代表美国队参加试镜赛 上半年,张贝文曾在印度羽毛球公开赛摘下冠军